很出色的一个女孩子 那因为我评审的是这个部分 那我在这个上面 我看到你可以改变的潜力 所以我给你比较多的分数 谢谢老师 那个还有一点 因为我为什么给你两个灯 因为你上第一个灯我给你 我看不到你的脸 因为你麦克风一直在挡脸 你一直在挡脸 所以这可能以后再表演要注意 我想听一下小胖的讲法 小胖老师他过关了 是是是 比较觉得平衡点 刚才一开始的时候 我一个非常慎重的考虑 就是说五十进二十 是一个很重要的门槛 在这些歌唱比赛里面 当然到了二十进十 甚至于到了前十的时候 我们的标准会更高 可是在五十进二十的标准里 我觉得你是有机会的 而且即使你没有办法个人 我都愿意把你放在一个组合里面 也许是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那三百一百会不会打太大呢 五十进二十 好的 这是老师给你的意见 恭喜你过关 谢谢 甜美的刘文鑫 以可爱清新的嗓音 成为今天的第一位过关者 接下来马上欢迎这位 来自高雄的朋友 二十七岁 陈昊 我为什么要参加这个比赛 原因非常简单 我只想做我自己 唱我自己的音乐 然后发表我的作品 陈昊昊带来这首 我自己持续創作的歌曲 然后自己编曲 希望大家会喜欢 我自己持续創作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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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还是会心痛 有多年演唱新艺的陈昊 带来自己的作品 但他却没有拿到预期的分数 我自己持续創作的歌曲 爱你爱得失去了方向 哦 却还是对你不情地笑 没能过关 看她的表情 似乎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 怎么了 怎么了 有什么话想说 就如果有 不是 这 Key太低了 Key太低 对 自己盯的Key太低 自己盯的Key太低 对 很懊悔对不对 不是 不是 陈昊 这个 如果是Key太低的话 这个 我私底下真的要打你屁股 因为你已经是一个餐厅 唱蛮久的歌手了 你连这个Key都有问题的话 这个真的是 你要负蛮大的责任 不过陈昊 我跟你讲 我看到 你刚刚在弹完吉他 然后 你现在一定很沮丧 和各方面来讲 但是 一个在 如果你在餐厅唱我歌 27岁 如果唱歌 真是你的知识的话 现在别人给你意见的话 如果你想做这一行 我觉得你要 真面对你的问题 否则的话 如果你逃 我觉得逃 如果正要做职业 玩Pro的话 要做职业的话 逃是逃不掉 别人的批评的 否则的话 你的态度决定一切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陈昊 很想出唱片 很想当歌手吗 很想 OK 其实 没有关系啊 那个 你们的好朋友 老爹嘛 40岁才出人生第一张唱片 对不对 你才27岁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 你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好吗 那 那 就谢谢你来参赛了 好吗 不要太气馁 加油 陈昊 加油 面对自己的重大失误 他似乎受到了相当大的大击 一直到下了台 还是充满了沮丧 久久无法通行 甚至到离开前 都无法面对镜头 相当的刺責 因为我真的太喜欢表演了 这样讲好像有点脑袋 可是我真的很喜欢表演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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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忆起我们小时候 闭上眼睛就能感受 在我们心中慢慢流动的温柔 离开了我们小时候 现在你会不会像我 也许你找到一个人为你守候 我聊了回忆起我们小时候 还一分 我们眼睛就能感受 我们小时候 恭喜过关 谢谢 谢谢 在台上21秒的时候 你就过关了 非常恭喜演唱的部分 是不是 动力火车老师 还不知道怎么平 因为年纪好小 可是又很会唱歌 不过有一点点缺点就是赶拍子 会更好一点 可是13岁 对 是要组唱片了吗 你们是师兄 我们也不知道 反正唱得很好 那 其他缺点 我看他们有没有觉得 马爷爷觉得 我想问你 喜不喜欢唱歌 我非常喜欢 那好 那这样就好了 那我觉得我的判断并没有错 我觉得他是 喜欢唱歌 那我觉得没有太多的想法在里面 不是为了要出唱片 或是为了要怎样怎样 因为我觉得他喜欢唱歌 嗯 喜欢唱歌 然后呢 技巧歌声成熟 然后 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 进演一圈 我们心态要成熟 恭喜13岁的你过关 恭喜 很高兴 很开心 对 等一下就是 希望正常就好了 不要失常 谢谢 你说你身边多了一个糖 最后想忍的话你不想讲 你说你会怀念我几年 谢谢你我该说声感谢 我不愿纪念 我不愿纪念 这一天我们分别 我不愿怀念 你的嘴喊着抱歉 我后来发现 你的侧脸 不愿纪念 只是我脑子里面的一点残缺 只是我脑子里面的一点残缺 我不愿纪念 这一天我们分别 我不愿怀念 你的脸 与其有两分 还是最后一分 原本以为她就只淘汰出局 但接下来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机 那晓菱老师 可不可以来讲评一下她的迷处 其实因为我就是觉得她应该是会过关的 对 因为我觉得她的各部分都很好 而且是有可以再更大的框件 小胖老师你又按了一分啊 是 恭喜你 郭坤 OK 我很喜欢一个香港的歌手叫陈奕迅 我希望如果你有机会 你可以试试看她的歌 好 好不好 因为我相信你有你的条件 或许你的那种朴实 朴着 也许可以打动很多人 你的声音的魅力 小胖老师不好意思 因为陈奕迅也有那种 中规中矩的情歌 也有那种很疯狂的那种 他比较适合 他的歌声或是你觉得 有机会你可以试试看你的背包 或者《十年》这样的歌 好吗 好 好的 好 那再一次恭喜你 有惊无险 谢谢 那我们来讲 现在就是 很想跟每个评论 每个都跪一下 对 如果有机会 我等一下试一下 会看到每个都跪一跪 对 就是非常感谢老师 就会给我的机会 那其实这是我选歌的部分 我一直非常犹豫 我不能很多人 就我怀疑他们现在 应该都在骗我 他们都说没有问题 因为我觉得 太平了 对 那确实是没有上个好 所以我觉得老师真的 非常的用心 很专业 那下次我一定不会 好专业 看什么 接下来欢迎这位十八岁台北人 徐婉玲 掌声欢迎她 又是一位实力坚强的参赛者 她能顺利过关吗 当女孩梦想擦肩而过时 好 怎么了 就是刚刚在找Key的时候 忘记了 其实我觉得很可惜 那个声音蛮好听的 我觉得很可惜 因为各方面都蛮好 蛤